要美美的吃嗎 要美美的吃還是要瘋狂的吃 吃漢堡那種在顧形象的 當然是要大口吃對不對 中文新聞被撤照後 隨即轉往網路發展 國民黨明代指出 民進黨原以為 往後剩下的 僅會有會監督在野黨的電視台 但沒想到中文新聞卻更強大 螃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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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 唱唱 螃蟹腿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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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慣被壓著打的對象 訂閱戶突破228萬 NCC隨後也展開追殺 提出OTTTV專法 也就是網關發草案 被外界質疑是希望能再將 中天新聞納罐 我們掌聲歡迎 米豆子 也就是說 NCC日後只要一指行政命令 就能要求網路影音提供者 登記為提供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之事業 想管誰就管誰 這樣議員擔心網關法是在行 前置言論之時 我憑什麼要相信你政府 你政府說是真就是真 說是假就是假 拜託網路上假消息 最大假消息的中心 就是你民進黨自己 這個政府已經是 希特勒化到一個 無以復加的地步 他不達到 所謂的掐死 所有監督的言論 他是不會罷休的 量身訂做的法案 要是通過 只怕絕對的權力 會使人絕對的腐化 不管是議員 立委還是學者 紛紛提出低度管理網路的訴求 畢竟民進黨向來沒有好好約束過自家網軍 現在又打算進一步 透過監控網路打壓對手 也能夠外界會質疑 綠營為了維護正確 不惜濫權下去 是非人民之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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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